雷电风云花草木 东南西北虫鸟鱼 喜怒哀乐茶汤酒 川江河海日月星 汉字相声 冯一刚咬文嚼字 亭就是厅堂 例如家庭、大庭广众 也可以指厅堂前面的空地 像是洒扫庭院 或是审理案件的场所 法庭、开庭 战国策记载 邹记是战国时代的齐国大夫 身材、相貌都很出色 有一天他穿好衣服 一边照镜子 一边问妻子说 我和城北的徐公 谁比较好看 妻子说 当然是你比较好看 邹记又问了他的爱妾和客人 结果答案都一样 隔天徐公来访 邹记仔细观察 又照了镜子 觉得自己比徐公差太多了 晚上他躺在床上 想了又想 才想通 为什么大家都不说实话 他上朝去觐见齐威王说 我知道我不如徐公好看 但是因为妻子偏爱我 妾敬畏我 客人则有求于我 所以他们都说我比较好看 没有说实话 我家尚且如此 更何况君王呢 您的妻妾 晋臣都偏思爱您 朝廷大臣畏惧您 境内的人也都有求于您 这样看来王所受到的蒙蔽一定更多 齐威王听了这番话 就下令要奖赏那些敢直言觐见的人 才一颁布 大臣们就纷纷觐见 一时之间往来的人多得像是市集一样热闹 令初下 寻尘尽见 门庭若市 几个月以后 还是不时会有人来 一年后 虽然还想来 却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门庭若市 就比喻上门来的人很多 公孙龙子 记载了齐敏王和名家的学者尹文的一段对话 齐敏王问尹文 他很想任用有才学的知识分子 但是齐国为什么却没有这样的世人呢 齐敏王是个好勇的君王 尹文就反问齐敏王说 使此人广庭大众之中 见轻武而终不敢斗 王将以为臣呼 如果有个世人受到别人的侮辱 却不敢跟对方争执 大王还会任用他吗 敏王回答 这种懦夫 我当然不会用他 尹文又说 他虽然不敢跟人争 可是他还是具备了知识分子的德性 那他仍然是个世人 大王 你一下子说 要用世人为臣 一下子又说不用 难道大王一开始 所想要找的人才并不是世人吗 这一番话说得齐敏王哑口无言 尹文话中所说的广庭大众 变成了大庭广众 指公开人多的地方 孔子遇到了一个老渔夫 觉得他谈吐不俗 但是渔夫却撑传而去 孔子还敬重地站在岸边目送 子鹿就问万圣之主千圣之君 欠夫子未尝不分庭抗礼 夫子犹有具傲之容 而这位渔夫这么无礼 您却很恭敬呢 孔子说人不分贵贱 只要懂得道理就值得尊敬 分庭抗礼比喻平起平坐地位相当 或者说两者对立 汉字相声由中华文化总会策划 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谢谢收听